案发在07年3月,任职赌场踏马的被害人 在警方掃黄行动当中被带回警署接受调查 因为身上被搜出怀疑精神药物被查问 他突然挥拳袭击一个警员 当场被四个被告警员制服 双手和双脚分别被扣上手扣 大概一个小时后,被害人受到致命殴打 宋远抢救无效死亡 死因是腹部受到外来顿性暴力撞击 腹是莫撕裂,血管断离,失血性幽黑死亡 当时有没有监控系统记录整个过程? 我们2012年出了公共地方陆像监视法律制度以我所知都会有状 但我们要看回这个案件是07年发生的事 当时是十几年前,十几年前,没有到家当时 没有监控,但涉事四个警员一直都在 那狂偶被害人的究竟会是谁? 一般人听到这案件都会觉得疑点重重 我认为疑点应该是一种疑问 一方面证实到一个人在警察网中被人打完受伤之后 但又证实不到他被谁打 就算检察院对涉事四个警员提出控诉 初级法院亦都判处他们七年徒刑 四个人不服上诉到终审法院 合议庭都只是说四个警员知道被害人被嘔打 但没有及时制止和施救 罪名都只不过是不作为触犯严重伤人 维持四人判监七年 另外需要连同政府向死者妈妈赔偿170万 又或者在这个案件中 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一些人的 尤其是被告人的声明去作为证据 一旦保持沉默,当然我这个案件我不知道是否 但证据亦都会没有了 被害人只是一个达马仔 或者平时会做一些非法的行为 但始终是一条人命 而受害人死亡的真相 是不是就只是再未能查明之情况